Hello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要谈一下下 很多人说到底我有没有钱呢 我会不会赚到钱 我到老的时候是不是会变成有钱人 或者是可以住豪宅 可以有开大房车 哎呀,穿金带银还吃香喝啦 我们来看一下 这十二生肖当中到底有几个生肖呢 是最好的 我想呢,每一个人的八字里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先谈一下 这个八字到底要怎么样才会快速有钱 每一个人的钱其实都不太一样 我们讲到钱实在是 你知道吗 我们在紫威斗树里面呢 有几种格局人最会有钱 第一个呢 像紫威心、天府心 这种人他很有钱哦 在财博宫的时候呢 如果是紫威天相呢 这种也很有钱 他一生都是高官厚禄 紫威天府呢 可能就是市长明代的政治家啦 然后呢 你看他们一生钱都用不完 然后诶 住公家的大房子 开大汽车都是公家的 根本不用自己赚耶 对不对 那这种人也比较容易有父母的余印 那太阳太阴也是适合做公职 太阳太阴同时做的 很多都是那种 这种就是比较劳累一点的 比如说像立法委员啦 或者呢像是外派的外交官啦 这种就比较容易是太阳太阴 这种格局 那如果太阳太阴做生意也还不错哦 因为呢他就是很努力那种 日以继业的不断的奔跑 然后日以继业不断的耕耘 这种也很好 他可能就是企业很大的企业主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颗星他这两颗星是财星 五曲天辅星叫财星 如果你的紫微斗树里面呢 有一颗叫五曲星 有一颗叫天辅星 你如果你的命格 现在没有这个运势 但是你走到这个大运 这十年你肯定也会飞黄疼打 所以呢赚钱哦 哎呦好像那个金块这样子 哇撒下来撒了你满身 然后人家说薄金就是这样 用那个钱是这样子 哇随便少都有 所以呢他钱会跟着你哦 好那另外一种呢 连针贪囊星 哇这两颗星其实呢 就是适合演艺圈啦 娱乐事业不太适合做老板啦 这种做老板肯定会倒哦 我先讲清楚 这种人做老板会倒 为什么呢 因为连针跟贪囊星这两颗星呢 呃不是很努力的人 不是很努力 但是呢他如果做演艺事业的话 比如说有经济公司安排啦 诸如此类啦就会比较好 但这种命格呢 有时候会有呢 父母亲的余印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良 天良 如果天良星的话呢 呃画犬 天良这颗星是一个臭屁星 就是喜欢当老大的星 这种人哦一生当中哦 都不喜欢哦 呃受顾于人 然后呢 哎他喜欢教唆别人 他不喜欢被人家绑架这种型的 就是说他不会呃因为钱哦 而呢嗯做那个老二老三老四他不会 好那这种人呢很多都是那种事业家啦 医生啦 或者呢政治家 那连针破均的话呢 他适合在警戒公司发展 齁在企业主发展 所以呢 如果你的命格里面 不管你是什么生肖 你的命格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运势就会更好一点 齁 好我们来看一下齁 呃第一个呢齁 我们先讲讲呢齁 就说 生肖老鼠 生肖鼠呢齁 夫妻是富二代 夫获妻是富二代 就是说 你娶到老婆或家到的先生 他是属于富二代的 所以呢 当然他自己努力 呃老鼠的努力是比较 没有像他的父母亲那么厉害的 但是呢 他有钱是可能因为家族的关系 家人的关系 还有配偶的关系 比较厉害一点齁 那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看属牛的 属牛的话呢 通常也是会有遗产 比如说配偶齁 也可能就是有家产 配偶有家产啊 或者配偶很会赚钱啊 那属牛的人呢 有些时候呢 他会比较固执一点 但是他比较会省钱 比如说 小富有减 我们常讲说 大富有天小富有减 那有减的话 他这属于比较勤俭型的人呢 也比较容易有钱 他比较会打算 比如说 我赚的薪水不是很大很大 我赚的生意也不是很多很多 但是呢 他很会打算 怎么样打算呢 比如说 他有钱他就会 辛辛苦苦的先去买个小房子 然后再换大房子 然后再换一个大厂房 他会这样子 一直努力努力的扩张下去 这种努力的扩张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人 他会觉得说 我等到钱够了 我再去买 买厂房 他不是 他钱就算不够 他去借贷 去跟娘借款啊 或者跟亲戚借款 他就想办法把扩张起来 所以他是渐渐有钱的 这种也很厉害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 生肖虎 生肖虎的话呢 除了父母的助力以外呢 当然可能亲人的助力 配偶的助力都有 老虎是靠自己努力 很厉害的 这种他只要有一点钱 不一定要很多很多的家长 他只要有一点钱 他就想办法把他变大钱 比如说 配偶给他个一百万 帮忙他一百万 或者爸妈帮忙他一两百万 他就会把一百万变一千万 两百万变两千万 他是属于这种型的 而且非常认真努力 他这种事业心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不管在工职 或者在企业界 都很容易成功 属老虎的人 比如说做专业的人 他后面他会想办法当老板 比如说我本来是 做一些工程啊 或者做电子零件啊 这一类的工程 他慢慢的他就会把自己变大 然后去包工程来做 或者做建筑的工程 他就会想办法让自己做大变大 这种也是有钱 那再来属兔的 属兔基本上呢 他的能力不一定很够 不一定很足 他可能就是在 创造啦 创作啦 这方面啦 表演艺术啦 或者歌唱啦 这一类的工作他会得心应手 那另外的话 另外一种就是 他很会精打细算 什么叫精打细算 他赚来的钱 他到他手上别人可能一百万 要花一年 他是一百万可以花三年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钱 他是属于精打细算型的 并不一定他非常非常之有钱 但是呢 他也可能有父母的余印 也有父母的余印 或者配偶的协助 配偶的协助 如果跟配偶一起合作事业的话 应该算蛮好的 不管是男女都一样 尤其是女孩子更好 就是说先生的钱 可能就是让你管理 因为他觉得你很精明 在计算钱财上面 不是算计 是计算钱财上面 你很精明 所以他愿意把重责大人交付给你 你就变成他的财经大臣 这种也是很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属马的 属马的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靠自己赚比较多 我看过很多属马 但是也有例外 如果你的本命里面有科全露 这种就是父母余印很大 男女都一样喔 比如说你的本命里面 是化科化全化露的人 又是属马的 那就是像中信经 中信经那个大儿子 他就是 他那个属龙 不一样 他就是家人会有给他很多钱 但是他会把他败掉 那属马的不一样 属马他就会想办法来 让自己开创事业 开创事业 所以呢属马的人 他靠自己能力 他想尽办法呢 就是在困境中求发展 那另外的话呢 他也可能得到一些家里的遗产啦 或者是钱财都有可能的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 他也可能在钱财上面呢 得到帮助的 但是呢 这种几率不是很大 就不是很大 比较小一点 他靠自己赚的能力又比较 他可能从年轻的时候 会去摆地摊啦 或者呢 他开个小店啊 变成大大大大 越来越大 他会把事业做大 然后他会到处去赚钱 属马的人会到处去赚钱 接着下来我们看属猴 属猴的话呢 有父母的语音以外呢 他也有自己赚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属猴的人 他基本上呢 他是属于那种精灵古怪的 他就很变 台湾话说很厉害变巧 很会变化 而且他变化多端 变化多端 他会觉得说 他会闻钱的味道 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 或者现在呢 什么行业最夯 他就赶快要改选异策 去投入那个行业 他会将自己赚来的钱 或者是父母给他的余印呢 去赚这样的钱 所以他也会变成有钱人 这种人呢 如果在公职里面 他是善于运筹帷幄 对钱的运筹帷幄很厉害的 就说我要花什么钱 我要赚什么钱 他就已经都算好了 属猴人就精灵古怪 因为这样子而便有钱 好我们来看一个 最后一个属猪的 属猪呢 配偶的助力跟自己赚的比较多 他比较不容易有父母的家产余印 但也有例外的 也有例外 但这种比较少 我想呢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不讲说现在年轻的一代 如果你自己很努力的话呢 都会变成有钱人比较多 只是你的钱是大或小 那我讲的这些都容易赚大钱 比如说房子有很多洞 车子有很多布 存款有很多 这种都是比较容易赚到大钱的 其他的生肖呢 并不是说他没有机会 只是他在运用钱财上面 没有像 你看那个老虎啊 都是很努力的 那善于呢 运筹为傲的像那个 属猴的啦 或者属牛的啦 他都属于善于运筹为傲 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家人的助力很大 像老鼠啦 兔子啦 这种就是家人助力很大 所以呢 他或者朋友的助力很大 他就会有一些好运势 那本命呢 只为赌述中呢 有化路、化科、化犬 这三颗心 连在一起的话 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那个化季心到的时候 会怎么样 会让你前面所赚的钱 可能要失败一次 可能要失败两次 因为我们每十年转一个大运 那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年轻早发的话呢 中年都会破财 就可能就请家上财 那如果在中年发的话呢 在老年 善进家财 也有这种情况的 但比较少 善进家财 通常是年纪大了以后呢 分给子女 就善进家 或者他做很多公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的企业主呢 他到老年的时候呢 他就捐了很多钱出去做公益啊 像比尔盖茨啊 像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企业主呢 他们在捐款是收 一点都不手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钱根本用不完 对他们来讲是数字的增加 那另外的话呢 鹿存心 这颗心是很厉害的 所到之处皆灵 如果你的 这个十年运里面 你有一颗鹿存心 我告诉各位 那是不得了的好 如果化鹿跟鹿存 同时在对公的话 那个叫 还有加天马心 我告诉各位 那个钱怎么到来 你手上 你真的会不知道耶 他天马心 天马行空一样的 你做一做 欸 钱就来了 做一做钱就来了 这种就是让你呢 用知识换取金钱的机会是最高的 用知识换取金钱 通常鹿存呢 跟化鹿心 加上呢 流年的鹿存心 加天马心 我告诉各位 如果今年 刚好是属虎的跟属猴的 为什么他们会赚到很多钱 因为今年就有这种局势 那到诸年的时候呢 如果是犯太岁的诸年 就不是这样子喔 像去年的诸年 也一样在对公啊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们有天马心 如果天马心 是落在属猴的公位 那如果你的鹿存心 是落在属虎的公位 通常这种人的命格 都是假年出生的人比较多 假年天干出生的人很多 都是属于这种型的 所以呢 比如说像是尾数三的 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三 一百零三年出生的 这种就是可能 失败了以后还可以再爬起来 有些人就是谷底可以翻身 这种就属于谷底翻身型的 所以在今年 我们讲今年就好 今年这种命格的人呢 是很特殊的 他能够谷底翻身 另外呢 有四颗星很好 五曲星 天辅星 紫微星跟天象星 因为五曲星他会化鹿 但也会化祭喔 化祭也并不一定不好喔 化祭他是从 困苦中 努力出来 困苦中努力出来的 他不是有 什么上天的余印啊 祖上的这个遗产啊都没有 他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但是他五曲星如果一旦化祭的时候 他后面的十年可能就是 兵败如山倒 前面赚了钱可能一次就化光了 所以呢 五曲星要特别注意 天辅星 紫微星天象星 三颗星不化祭 如果你的命格里面有这三颗星 代表什么 除了祖上的余印以外呢 你还有很多的机会赚到很多大钱 呃我们可以看到呢 很多的像 呃在选举以后 是不是官运突然突飞猛进 对不对 你本来当个小市长 后来去当个行政院院长 哇那当然不一样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就不用那么辛苦 然后赚钱就很容易 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命格里面呢 知道很多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运势 可以变成令人羡慕的财运 哦 那我讲讲2020年 你要令人羡慕的财运 除了这几个生肖以外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个重点 如果你的陆存心现在在侯的公位哦 哦 我要提示大家 在侯的公位 那代表什么呢 农历的三月 七月 农历三月 四月 七月 这三个月 农历哦 就国历的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这四个月呢 在上半年是最好的 那下半年呢 好我们从农历七月开始讲 农历的七月以后呢 就国历的八月九月的时候呢 好这个时候呢 一直到十一月的时候呢 这段期间呢 其实运势都会比较好一点 但不是每个月都好哦 好 那比如说 属鸡的人呢 他会赚钱 但也舍得花 又喜欢喝酒啦 然后去摆排场啦 然后呢 可能就是每天都会 天花乱醉啦 醉 醉到自己不省人事 就天花乱醉 不是嘴巴天花乱醉 是他醉到不省人事 所以他的钱呢 可能在club啦 或者呢 舞厅啦 酒店啦 花掉花掉很多钱 这种型的是比较多的 那另外一种呢 属狗的 他是啊 把钱都抠得很紧的 所以他也慢慢变有钱 这种人是慢慢变有钱 他会算啊 我要买一个房子 我要买一块地啊 我要买一部车啊 然后我家里要填购什么设备啊 他就要精打细算 其实属狗的 因为他有财库心嘛 属猴的也一样 你要他花大钱很困难的 所以呢 这种人便有钱是 因未经打细算 但不一定是自己赚哦 你知道 理财也很厉害 也希望大家呢 在今年呢 都能够呢 变成有钱人以外呢 每一个生肖 未来都有令人羡慕的财运 那我想呢 这一集呢 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让大家更清楚说 不管是2020年 2021年 以后未来的十年八年 你怎么样在这个时候赚到钱 所以呢 你要去解释你的命盘哦 好吧 解释你的命盘 如果你有这些运势的人呢 应该未来都会变得有钱人 但是呢 如果话路跟话际在一起 那就没有用 那就是 你会投资错误啦 或者呢 买基金错误啦 买股票错误啦 损失很大 损失不罪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 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 哦 结果呢 投资的那些东西就破财了 对不对 那买房子不会破财嘛 也会啊 买房子也会破财呢 你知道吗 买房子如果买不对的话 就会破财 所以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要变成有钱人 很多事情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呢 应该要更谨慎一点 好 那如果你还喜欢海洋老师的直播的话呢 不要忘记上我的YouTube上面按订阅 我的视频呢 右下方 右下方 按一下 就会出现一个铃铛 那就是订阅 也帮我分享 按赞 多按赞哦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呢 可以加到我的开运粉丝团 我每礼拜一的下午三点到六点呢 都有直播的拍卖会 你们可以加进来 那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亲友 来抢好康 好不好 很多东西在这里都非常便宜 而且呢 可能呢 你比市价要便宜很多 你都会没有办法 意想得到的好康价钱哦 好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海外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美国、加拿大 甚至呢 日本、新加坡 都可以 加我的微信 那如果 你在内地也可以 ASKJENY 三个八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微信中问我 好不好 如果你要 预约算命 也可以 好谢谢 那这是我的官网 如果你需要什么 开运的物品呢 官网上面都有 那我拍卖会的东西 跟官网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为什么要请大家 礼拜一 来 来抢好康 因为 我这些东西呢 是官网上面没有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进来抢好康 如果在这边有的东西呢 拍卖会有的东西 跟官网一定是一样的价钱 好也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上我的官网 搜寻一下 看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哦 好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财源广进 财源公文 一生 财富绵绵 好拜拜